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好家伙我的人间烟火首播差评一片 观众差评理由都出其一致 这个暑假档 影视圈的电视剧作品 可真是如百花齐放 从宋义和白静廷主演的长风度 赵露丝和陈哲远主演的 偷偷藏不住开了个头后 可谓是两天一小剧 三天一大剧 短短十多天时间已有十多部新剧开播 热闹得很 包括郭京飞 任敏主演的追光的日子 肖战主演的《玉谷瑶》等大作 口碑都相当不错 都值得一追到底 当然 最近最精彩的 还是肖战和杨阳这两位当代顶流艺人的作品 正面壮荡 前后相差不过几天的时间 在肖战主演的《玉谷瑶》开播后 杨阳和王楚然主演的现代消防题材都市剧 《我的人间烟火》也开播了 当然有意思的是 王楚然在《玉谷瑶》中也是女二号 这样一来 怕是很难不让人对这两部剧进行一个对比了 《我的人间烟火》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很不错 作为一部偶像剧 剧中的主要演员都是一些人气比较高的明星艺人 像杨阳和王楚然自然就不用说了 张彬彬 王彦琳 魏大勋等都是不错的演员 还有杨超越的人气也是很高的 只不过杨超越的演技一直备受质疑 不知道这一次他的表现会如何 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些人气比较高的流量演员 还有陈锦这样的老戏骨作为配角出演 无论在人气和演员演技这一块 《我的人间烟火》都是绝对不差的 那么这部以消防员为题材的都市剧 口碑究竟如何呢 翻了翻豆瓣上的评价 没想到这剧才开播 已经是如潮水一般的差评了 而且观众的差评理由是出奇的观点一致 简直是默契十足 杨杨演技成重灾区 油腻成为曾经偶像剧男神的代名词 真的想不到 有一天杨杨也会被骂油腻 毕竟曾经的各种青春剧 校园剧 偶像剧 都市剧的男神呢 而且杨杨的演技一直都是很不错的 但在这部《我的人间烟火》中 杨杨饰演的消防员宋艳却被观众 打出大量的油腻评价 不少观众觉得 杨杨饰演的消防员身上一股地痞流氓气 还有观众评价说杨杨这一身油 感觉进了火场会火上浇油 甚至连同王储然也受到了波及 因为王储然和杨杨是真实CP的关系 剧中两人显得毫无CP感 其实这和演技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个人感觉 杨杨的消防员和陈伟霆两人 同样演的高冷消防员 杨杨的消防员就很明显情绪波动过大 表情有点过于夸张了 不过倒是还没到油腻的程度 只是表演 看着不太自然 表演痕迹很重 剧情狗血俗套 富家女和穷小子的故事 又是破镜重圆 偶像剧最记剧情俗套 因为观众很容易审美疲劳 《我的人间烟火》前期的故事 铺垫了很久 一直在铺垫男主一家 对女主的印象很差 是因为女主之前 做了对男主很过分的事情 其态度支离谱过分 甚至让人联想到了出轨等剧情 但没想到 铺垫了许久后 其实就是一个穷小子和富家女恋爱 女方家长觉得两人们不当互不对 逼迫二人分手了 说实话 这种剧情看多了 内心毫无波动 而且剧情走向很明显 就是一个破镜重圆的趋势 这种剧情看累了 毁灭吧 虽然差评区 大多是这两张观点的评价 但是其实已经挺致命了 尤其是后者照亮你的剧情 已经足够俗套了 没想到我的人间烟火更胜一筹 剧情的拉垮就注定这部剧走不远 更别提这剧原著 居然还是涉及抄袭 话说杨阳等一个消防员的角色 等了好些年了 没想到是这样的效果 实在是有些差强人意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